质疑江坤反三俗目的 我觉得那是不到位的 光喊反三俗 我觉得也是不到位的 拍个电影 拍个电视剧 还有主管部门 审本子呢 对吧 那怎么现在是段相声 拍脑门上台就说 没有审查机构 你买辆车 你还得一年一捡 两年一捡 有点危险 就是十年以上 你还得一年两捡呢 你们那个某些 对小剧场捡过吗 吃果盘还得持证上岗了 现在习近平 有资格考试证书吗 有上岗证吗 你别管喊呢 你做什么了 我这说实话 现在什么都有证啊 吃果盘都得上证啊 经纪人有经纪人证 现在连主播都有考核啊 对吧 主播伪计了 听播是多长时间 还得学习呢 写首歌 你是上哪个音乐平台 还得审查呢 我不上火 你什么都得有啊 马基多少头去 还都在研究呢 对吧 千香德瑞那儿 每天那么认真的 两人合作 认真的 好了 老头最黑 老婆最 我们俩还都这个呢 江坤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节点 达到是什么 一个 如此照相 他拉着起来 功夫再起来 别评价人 什么传统活怎么样 这个 什么 人家行不行 人家行不行都比咱强 换言公九一月 人家行不行 人都有那一号 江坤行不行 我 我这么说吧 所有说相上加一块 江坤是第一个在北京住别墅的人 您说人家不行 没用 人家想那个夫 你也没想过 人家见过世面 有一孙子 这个 新宝大道开研讨会 都是领导组织 五十多人的 大会是 嗯 有一孙子 你们把我请来干嘛呀 新宝大道我太了解了 新宝大道要想 这个 嗯 要想怎么着 我就就就就就一个建议 啊 把新宝大道这些导演全都换了 我们一个导演 那是从 二十二岁毕业 就到这个栏目组 青春都给了一刀 栏目组了 现在也四十多了 人家马上来一句 我 我们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吧 你看看 就这个思维 你就 新宝大道在你们手里就好不了 我当时接一句话 哎 我说咱进入研讨会啊 咱可别这样 直接喊着我名字 你跟我 直接喊我名字 我这才说的真话 我说你说真话 不真话无所谓 我说你敢喊我名字 从年龄上 从哪方面讲 你敢喊我名字 我喊你名怎么了 我说你今天如果是这种状态 不是来这儿 给我们策划帮忙填砖的 你是来拆庙的 一个字 滚 两字出去 当时他拿眼睛就看了 当时有好几个级别的领导都在啊 对吧 管频道的管 他拿眼看领导 你们就这么对我这样 一个领导 接电话 出去 我一看这个不等于默许我了吗 我一拍桌子 我出去 扫 扫目大眼 灰溜溜溜就出去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大伙 对不起各位 又犯狗屁去了 但是我狠狠的说了一句话 日后 我再不犯狗屁去了 但是以后你们谁跟他合作 让我再看见 谁就是我敌人 打那儿 开始 就那个人就再没露 这位同志还是 还是这个什么 还是不行 不放心 哎呦就在那儿等着哟 在那儿等着哟 但是鱼切儿是不能来 鱼切儿是 当时就鱼切儿说来不了 这位同志 当时在那儿等着 焦急 哎 当看到果德港迈进剧场了 腿迈进剧场了 那这位同志 终于 这个 放心了 哦对了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果德港 不能上台演节目 既然是公义的 不能上台演节目 只能说上台讲讲话 这个没问题 只能是上台讲话 见到你们 我很高兴 我很欣慰 讲讲这些话 但是你不能言处 不能演乡上 所以鱼切儿就没来 然后他当时看见果德港之后 他就拿着两件大罐 他说 郭老师 来 您串上这个 果德港就串 他那儿也串 果德港 哎 哎 你这干嘛呢 我上去给您量一段去 我好的机会 郭老师 我上去给您量活去 咱个脸 在上面拉一段 他算个什么呀 他给人果德港量活 你要说93年96年那行 对吧 果德港 骂也不是的事 那行 果德港给你量活 你借不上怎么办 果德港连往哪放 果德港还回北京 结果果德港 当时正喘着大罐 就想往下脱 你要说你上台 你上去 我走 没办法 哎 上 上 太臭标 所以他打那次开始 就恨上果德港了 所以才会有 他大骂果德港那段视频 所以他才出来 夜狐这个外号 我年轻的时候是怼回去了 你冤枉我 委屈我 但是40岁之后 就不往心里去 反正我是觉得 我是这么想 第一 谁都得活着 骂你的人 也被别人骂 包括当年唱戏 说像 看观众在网上 我当时说的不好 谁谁谁才好 如果郭德港说的 就不是像是唱的 就是当年很生气 但后两年突然就明白了 就是你喜欢的演员 也被你这样的观众在骂着 人生不是为了解释 而且40岁之后 要经历这些烂七八糟事 觉得 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呢 已经快处于半退休状态 真的 我40岁开始就 做好准备 怎么退休 我就怎么去玩 去开心的什么的 工作是工作 心态上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真是 怎么开心怎么好 谁去说点什么闲话 也不放心 你解释不过来 我拿一年的时间 我也不能把我门前 小区里边 每一会人家都解圈过来 这个工作可以做得到 但是没有意义 你敲门 王大妈你好 我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我是一个什么样人 他一定会说 我错怪你了 然后再敲开旁边 我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吗 爱你的自然是会爱你的 不爱你的改不了 有的人 他比你还明白 他在冤枉你 他比你还明白 你有多优秀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